首先的话,我今天的这个分享 其实主要早期是在企业内部的上课 我只是把它截录一部分 其中的话,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连接,我会把相关的资料放在云端上面 然后如果各位有需要相关的资料 可以直接到这个网址吧 gg.gg 然后斜线,后面有个Pyvate Table 那我有把这个网址贴到那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GoogleMate 里面的那个这个 我们的这个讯息里面 各位可以自己再找一下 那里面的话呢,基本上我有提供 所有的今天要上课的相关的那个 包含我们上课用到的讲义 然后还有一些范例 所以待会的话,请各位就是说 先帮我下载这个范例 上面有个ZIP档 那当然呢,上课的时候 之前上课呢 呃,我们的范例其实还蛮多的啦 那因为今天只有三个小时 所以我就把那个其中一个范例 讲得比较清楚一些些 那...接下来看一下 那大概这个范例主要有这些 那其中的话,我今天可能主要还是以这个 杂志阅读习惯 问卷调查这个范例为主 那其他如果各位还有兴趣的话 因为时间不多 所以呢 其他的这个范例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不妨可以把它打 我待会有个方向让大家知道一下 那总结 所以主要呢,我们今天的课程重点 基本上呢 就是要熟悉Esser 那Esser里面哪些是最重要的 基本上当然 第一个一定是Esser里面函数 然后再来的话,如果你要延伸的话 当然书纽分析表 书纽分析图 那另外的话,如果你要 让你的工作流程更有效率的话 那可能还需要像聚集,VBA等等的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 可能没办法讲得很深入 那首先的话呢 这个是 因为我上这个课 其实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教这个课 应该有超过 十几年的时间了吧 因为这个课VBA的部分 其实早期就非常有需要 因为大家会希望说呢 能够每天都用Esser 而且用的频率还蛮高的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 能够很快的把事情处理完 所以要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事情处理完 那当然我就想了一些方式 那因为刚好我以前的工作 最早的工作是 担任程式设计师 那每天都是接触这些 那当然如果你只是图法链钢太慢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怎么样可以把那个程式 因为刚好Esser里面有一个VBA 那他可以帮我们写一点程式 那不过呢 如果你将来希望说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那可能会需要学会一些 刚提到的 包含就是说第一个 你的那个函数部分 所以一般我想大部分同学应该都 有用Esser 只是说你Esser能不能用的熟练 其中的话你是有里面提供250几个函数 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把一个问题 马上知道说用哪个函数可以帮我们解决 那如果说假如你想不到 因为常常有同学问说 他可能有哪个问题 应该用哪个函数可以解决 但如果有些地方 假如250函数里面没有包含的话 这个时候其实当然你就可能需要自己写一点程式 所以这边有个VBA VBA设计主要就是说 他提供你假如Esser里面没有内建这个函数的时候 那你其实是可以自己设计的 那VBA当然除了说呢 除了可以设计函数之外 当然也可以把你的工作流程 全部变成一个连贯的一个程式 也就是很多事情只要按个按键 其实你可能一早上的事情 全部都完成了 自动帮你把报表跟你的图表 自动绘制完成 那这个当然有一个方案 因为我上课今天只有3小时 那其他当然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各位可以再找找看相关的影片 那因为我在YouTube上面其实有蛮多的影片 各位可以自行再找找看 那待会我看一下 我这边有一个简介好了 那首先的话呢 感谢这个中心图书馆的邀请 那因为这个课程最早是在这个 寿险公司的内部训练 后来因为是在图书馆也有需求 邀请我帮忙就是分享 那我OK我就想说答应了 然后后来这个贵校又邀请我 我想说好吧 那我把大概一些相关的内容 再重复再说一下吧 那当然 基本上因为这些年大概也有一些改变 所以如果有一些调整 我可能用比较新的内容做说明 那首先的话呢 那我最早是有大量的在网路上分享一些部落格文章 然后我也在YouTube上面呢 有我自己的教学频道 那目前订阅人数大概 因为有两个比较主要的 一个大概就3.9K 39K 等于是39,000的订阅 接近4万人 另外有一个订阅大概1万人左右 另外的话呢 我有曾经担任过公司的执行长 也拿过一些奖项 然后目前也担任公司的那个 就是资深顾问的工作 那其他的话就是在我们台师大 台湾原汁大学 担任那个就是兼任的助理教授 其他还有在推广 一些推广部 帮忙收一些课 那也拿一些奖项 就是像 志强颁给我教学卓越的贡献老师 然后文化推广部 颁给我趋势先锋奖项 然后我自己的证照 基本上也有个30来张吧 因为我对这方面 其实还蛮感兴趣的 那这是我的频道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里面基本上影片数量非常庞大 大概就是我从2006年开始 其实就已经把上课录影下来 放在那个YouTube频道上面 基本上吧 其实对于有些上班族 其实还蛮有帮助 因为上面上班 我发现很多人 只要有一些不会的 只要上YouTube上面找找 其实也会找到一些相关的解决方案 那影片其实是最好的方式 因为你反正看了会就OK 问题就解决了 好 那回过来我们比较重要的 那我刚刚提到 其实最最最最重要 一定要把那个函数给学会 那怎么样函数学会 其实建议各位可以多找一些实际上的案例 那推荐一些书籍 像这个 它有468个范例 等于是把所有函数综合 这还蛮推荐的 其他的话 我们这个课程里面 还有提到的比如像 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表要怎么样 有效率的简单的使用 我有些地方也是参考这个书 不过我发现书里面讲的实际上都太复杂了 而且太自私化 有点像是那种 家电的说明书吧 OK 那当然看了其实你还是是懂非懂 所以呢 我待会会讲 我会用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 跟各位分享 怎么样去操作 这个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会是最简单的 OK 那当然如果你觉得说 还意犹未尽 你希望未来能够在ECL上面能够大大的提高工作效率 我还蛮强烈推荐各位 可以学习VBA的 OK VBA的话呢 这是城市啦 因为现在越来越倾向 好像现在变成学校 像我们学校师大 其实好像有个毕业门槛 学生一定要修过那个橙设计 所以现在慢慢变成 这个橙设计好像人人都必须要知道的 那我是建议 那当然有什么好处啦 提高工作效率 反正你至少你重复的事情 你就不要不需要一直反复的做 OK 那可是要怎么样 能够学会像城市 在ECL里面是VBA 其他目前比较流行的 像 像Python 其实也OK 但我觉得在ECL里面好处 打开就可以写一点城市 还蛮推荐的 你们可以了解一下VBA 那VBA有个优点 如果你不会写的城市 其实可以通过它里面有个功能 叫做录制聚集来完成 所以待会的话 我们就实际上来看 这个第一个 我们今天的范例 理论上大概三个小时 大概把这个范例讲完 应该就差不多了 所以首先的话 待会这个范例 基本上在云端上面 你们可以再找找看 云端的部分的话 那我刚刚讲 那个位置的话是 gg.gg 所以你们找一下 gg.gg 后面是 这个 pi pivot pivot tables 前面这个htb 可以不用打 gg.gg pivottables 我再贴一次 我再贴一次 这个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我们线上的讲义部分 那我一样把它干脆贴 再贴一次好了 所以如果 这个大家找不到这个网址的话 我再把它贴到这边 那你们可以自行再到这里面找一下 我们上课会需要用到的相关资料 OK 首先的话呢 包含就是 待会的话我们的讲义 基本上就是第五个单元 那理论上当然 我这个课程本来是有很多个单元 那我当然希望说 越多单元 会越能够多方面多角度的去了解枢纽分析表 OK 所以呢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不够啦 所以我就抓了一个 这个杂事的问卷调查 这个范例 那你们其实可以把这个 这个打开来 范例档在这边 OK 所以你按右键 其实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那它是压缩档 所以你可以把它下载之后解压缩 这边 我这已经解出来了 那 那接下来请各位 当然第一个范例 先帮我找到了 OK 如果已经找到 并且下载解压缩的话 待会请帮我在那个讯息上面 输入那个加1好了 如果你已经OK的话 那第二个的话呢 把它打开来 所以这个叫问卷调查01原始档 把它打开来 然后呢 我们根据 按下Ctrl鍵 按到Ctrl鍵 OK 我直接把它打开来 好了 把这个问卷调查的这一个 01打开来 启用编辑一下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问卷调查里面 这个范例 先帮我开启一下 这个练习器 先帮我开启一下 那首先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问卷调查的这个范例 那他基本上 待会要做哪些事 我再重开一下 这个好像有点怪怪的 好 好那 第一个的话 请各位帮我开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 问卷调查的范例档 然后 基本上我们的云端的那个讲义 也就是在刚刚那个连结里面 第五个 05 那个 杂志问卷调查 你打开来的话 可以看到这个范例 那当然 里面就有相关的问题 要该怎么做 那当然 第一个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练习题 大概会有几个方向 几个重点 我们 藉由这个范例可以学到 第一个 就是 要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了解 怎么样针对你的资料 做那个资料的正规化 那什么叫资料正规化 这个大概是源自于资料库 因为也就是你资料 如果放在资料库里面 如果你没有正规化 那当然将来 这个资料是不符合规定的 所以你将来也就没办法做查询 或者没办法做一些 后续的资料处理 所以要怎么样做资料的正规化 那当然 基本上 我们用的Excel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资料库 其实当然 众说纷纭 不过其实 就我的 我自己个人理解 我是觉得它拿来当资料库 其实也不是不行 只是说它有一些地方 可能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因为在资料库 会有事前的规划 就是说 栏位数 它是限制的 栏位要放什么资料 也是限制 但是Excel 有点像一个开放的一个环境 它等于是说让你随便放 那你随便放 如果你放错位置的话 那将来再做资料处理 就会出现一些些的问题 所以要怎么样做资料的正规化 另外的话 我们会需要做很多的查询 所以各位 应该都打开了吧 看一下 OK 好 大部分应该 好 然后呢 我们如果今天 第一个需求是这样 那各位打开这个练习档之后 应该可以看到 这个练习档 它长得有点怪怪的 有种哪些 你会发现上面栏位名称应该没问题 那总共的话 这个资料Ctrl向右 到欧栏 那总共有A到欧栏 你会发现呢 除了编号比较正常之外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姓名后面 带的资料理论上应该性别 性别这个栏位 理论上 应该是要 比如说男女吧 OK 可是你会发现 在这里的话 它给的是A1跟A2 那年龄的话 给的是什么 B1 B2 来自到B4 那教育程度 也之类一堆 所以你会发现 它这个给的栏位名称 似乎不是给的是 它原来的名称 而是 给的是 它 一个 类似像编号的东西 那如果说我今天 第一个 当然如果说你将来要 使用那个枢纽分析表 来做 统计分析的话 当然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把这个资料 做一个 怎么讲 转换的动作 所以呢 我会面临到第一个问题 如何 把这个清单 你可以切到清单 这个清单 有点像资料库里面的 那个 一个什么 一个关联式的 一个查询的表 一个表格 那也就是说 类似 资料库 的应用 只是说呢 我们把 前面的这个资料 如果说我希望把它查出来 比如说像这边的话 是A1跟A2 那我希望能够让它 变成它真正的这个名称 要把这个放大一下 因为这有点小 ok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呢 它的编号是这一个 但是它的 实际上应该要把它 转换成这一个 那当然呢 我们如果今天希望能够 怎么样把它变成我们要的样子 当然以前的做法 我不知道各位怎么做啦 不过当然 最笨的方式用取代的 应该现在没有人用取代的 但是如果你不用取代的话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 应该会知道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应该是 Excel里面最常被用到的函数之一 就VILLE函数 可是呢 如果我要今天要把这个结果 把它变成男女 这个应该年龄 就是后面清单 比如我希望把它的年龄 真实的这个名称 把它改过去的话 那理论上 如果你要做查询的话 以前可能几种做法 不外乎 不然你就是在这个 性别的右边 性别的右边 再插入一列 插入一览跟这一样 然后在这边做一个查询动作 插入函数 这边可以用什么 查询与参照 然后呢 也许你找到VILLE函数 VILLE函数 VILLE函数 然后呢去做一个 这个 VILLE函数 然后呢去做一个查询动作 那你会发现VILLE函数 基本上会跟你要四个问题的答案 比如第一个你要查什么 LUGAR VALUE 我希望查这个A1 然后去哪边查 接下来当然就是我需要一个清单 那这个清单的话理论上是在哪里 在这个清单就在这里 那我可以把它选起来 OK 告诉他说 我要查的是A1 那我要比对的清单 是在这个清单里面 那理论上VILLE函数 只会查第一个栏位 所以查完之后 他会问你第三个问题说 那你这个表格里面 你查完之后呢 那你要把哪一栏的资料带回来 那理论上应该 这个表格嘛 这个表格里面其实就两个栏位 那我要的这个表格里面呢 我希望 查一定查第一栏 重向是栏 那我要把第二栏 把它带回来 就是这个性别的名称嘛 所以这个输入2 那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RANGE LUGAR 那如果我找不到A1的话 要不要帮你找接近的 如果不要的话就输入0 理论上都输入0比较多 因为如果假设 他查的资料 他也不是A1 也不是A2 他可能A3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输入0 他找不到 他会出现 紧NA Not available 可是如果 你假设用1的话 他如果找不到 他会去帮你找A2 所以回来 他不会出错 他会出现女 可是问题 我 我不是要找接近 我要找什么 我要找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输入2 OK 然后呢 这个底下的下一个栏位 输入0 OK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查询动作 但是呢 按确定之前 恐怕还会有一个问题 可能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说呢 查询的这个 因为待会呢 按确定之后 我们待会呢 会把它向下填满 可是向下填满的话 会有个问题 向下填满的话 这个范围的部分 它的列号会自动加1 这是Excel的规则 所以记得 在2 A2的2 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B3的3 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也把这个范围锁定起来 按确定 这个时候 你可以把它向下填满 点两下 直接在这个 这个除旋格的右下角 空点快点两下 它就会自动帮我把 底下全部的资料 Ctrl向下 全部填完 那这样的话呢 我把它做完之后 我就可以做出一个 但问题 总共你要查的话 总共会有几个篮 好像我算过 大概14 14篮 一直到Ctrl向右 到什么 最后一篮 本来在O篮 现在到P 因为插入一篮 哇 那这么多篮 如果你要重复做 哇 很浪费时间 而且做完之后 这边多一篮 好像有点怪怪的 而且你将来 如果要做数据分析表 还有一个问 正规的话 记得上面 一定要篮位名称 如果没有篮位名称 那你要把它补一个 不过我觉得 以这个地方来看 当然 假如你多一篮 倒不如你不要那个边 所以理论上 可以有个方法 把这个产生的资料 再贴回到原来的位置 可是问题 如果你要贴上的话 Ctrl Shift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一般习惯是 油腰放这边 Ctrl Shift向下 把它选起来 然后呢 盖过去的话 你把它Ctrl C 你想说老师 那我是不是可以 直接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B2的地方 但你如果直接Ctrl V 贴上的话 它会出现错误 为什么 因为你原来参照的 资料就不见了 有没有 R E F就是 错误 紧开头就错误 为什么 因为你参照的A1 A2 你贴了就不见了 Ctrl D一下 所以记得如果你要贴的话 用 选择性贴上 或者你贴完之后 Ctrl V贴上 找一下它的 下方应该会有一个 叫智慧标签的东西 然后可以把它 改成 这个叫 贴上值 OK 这样子 然后原来的资料 就把它 这个C栏就删掉了 好 但问题来了 如果要这样做 我看到今天三个小时做完 应该 三个小时做完 大概就没时间了 所以 刚刚做的第一个方法 是可以 但是没效率 所以如果你要更高效率的话 待会的话 我们来做第二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的话 就需要用到 多一些些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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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e 里面的功能 哪些呢? 第一个 你可能要了解 如何做定义名称 OK 当然V的函数 刚刚已经做了 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函数 叫Indirect OK 那Indirect函数的话 基本上 它主要的 作用 就是可以把那个名称 比如说那个名称 因为你刚刚定义的这个名称 它可以帮你把那个名称 所代表的那个范围 自动带过来 所以Indirect带过来 可以是带一个 一个储存格 但也是可以带一个范围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另外做完之后的话 如果我要做一些统计分析的话 那我如何利用那个枢纽分析表 来做一些简单的问卷 然后并且绘制出那个图形 让我可以快速的知道说 到底这个问卷的结果背后 到底比如说像性别 到底这个问卷里面呢 哪些男生多还女生多 那如果希望占比的话 你帮我画一个那个... 可以给我一个百分比 然后最好可以用圆形图 帮我绘制一个比例图吧 OK 然后其他个蓝的话 当然呢 也如果都需要做一些 简单的统计分析的话 那该如何做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吧 这个地方第一个 先试着用那个V的环数 完成这个查询的动作 但是这个方法当然是最基本的 可是没有效率 那如果要更有效率的话 就必须用 我刚刚讲的那个 像那个 英特瑞函数 跟定义名称 OK 那先试试看好了 好 好